清除当然你不能用之前的清除 之前的清除只能清资料 格式清不掉 所以你会发现 不同怎么加 就要不同的方式 把那个格式拿掉 像字的颜色 如果你要把它清除的话 这边注意 它原来是黑色的 所以你要把它改回黑色的 你不能把它清掉 清掉变成它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就灰色 所以字的颜色 记得把它改回黑色 那黑色的话 RGB应该多少 000就是黑色吗 那白色呢 552525 对OK 所以这样就蛮好记得 如果你可以用背 反正就用理解 以后的话 你要给什么颜色 就是自然会有什么颜色 你就知道它的关联性 所以第一个是把它改为 000就可以RGB 第二个的话呢底色 底色的话 Intel Color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当然你可以用白色的 把它变成白色 不过特别是说 intel Color 它变白色的话 反而会 其实本来是没有颜色 结果把它改白色 反而会出事 为什么 因为框线好像会怪怪的 是因为之前我本来是用 我想说取巧 用白色 不过后来同学有看出来 老师你这地方好像怪怪的 跟那个 我们真的把它清除不太一样 颜色会有点色彩 所以如果你要把底色拿掉 记得把它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呢在那个 以色列里面的叙述 它叫做 xl n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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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所以呢 你就把那个 它的color 等于xl none就可以了 那就把颜色拿掉了 那这框件的话呢 特别是一定是 boulder加s boulder 是点color 特别是点color 颜色怎么拿掉 其实这个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因为本来我是直接 也是把它改成 改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的话 它有个color 等于没有颜色 好像似乎对 不过后来 是wrong了一下 发现不对 好像怪怪的 有点状况 后来呢 试了很多种方法 查了它的官方资料 发现要把颜色拿掉 还要在color后面加个index colorindex 等于没有颜色 这个颜色才会拿掉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我本来是用那个color 这个地方 清除的部分呢 我本来是用那个color 这个样有吗 color等于没有颜色的话 有没有 你会发现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colorindex拿掉 一样做清除 你会发现 看起来 好像 我本来是这样 后来同学也看出来 说是不对啊 它就只仔细看 有没有 其实呢 那个color等于没有颜色 是真的没有颜色 变得有点白白的 那如果你用colorindex的话 其实才是正确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是后来试了很多种方法 然后 因为官方的说法也说的 其实不太清楚啦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 最后试了用什么 不 跟正一下 不是放这里 叫colorindex 它有个属性叫color 后面叫index 等于没有 OK哦 多一个index 如果这样做来 我们来试一下 点下去 有没有 真的就恢复成原来颜色了 所以插一个地方 其实人家试很久了 你也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得到最后答案是这样子 因为官方说法也不是很明确 他只是告诉你说 大概这样子做 怎么做怎么做 他不会跟你讲说 怎么做会是最好的 所以通常我们要不断在 虽然有官方说法 可是还是要在try OK 其实答案就是try出来的 像很多东西 一般的坊间书籍 很多也没讲到 这个是我实际上 平常在用的 最后的final的结果 所以我是直接告诉你这个 你就这样用就OK了 不然你可以去翻书 很多书其实都没有讲到 常常有同学说 老师什么什么东西 有没有可不可以推荐我哪一本书 想一想好像也没有 像今天还是拿 就有个同学问说 有没有办法直接从VBA Excel VBA 去直接使用Word里面的功能 然后Word里面的功能做完之后 再把它丢回来Excel 有没有哪一本书可以跟他推荐的 我说很抱歉 坊间没有这种书 那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 怎么做呢 说来话长 他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用CreateObject 就是你可以把外部的程式 用CreateObject 就是把它当一个物件引用进来 引用可以使用它所有的物件的功能 用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再关掉 那只要把最后的结果丢回来就可以了 那后面我想可以再慢慢跟各位做介绍 慢慢一步一步来 也就是Excel的VBA 它有很大的扩充能力 外部的所有的微软的所有的软体 都可以把它引用 比如说你不能寄信的话 Excel的VBA里面没办法寄信嘛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Auric 用CreateObject引用进来 让它可以帮你寄信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其实后面我们也会带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清除 最后是那个初体字嘛 那初体的话很简单嘛 把那个Bold等于True把它改成False就好 OK 所以基本上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全部把它清空 那程式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如果要把它改成什么 其实我是把上面程式拿来改 你的字的颜色就改成黑色 第二个就是底色的部分 Color本来这个intro color 底色部分呢 我把它改成没有 XLNUM本来是黄色的 把它改成没有颜色 那那个Bolders 特别是如果你要清空的话 比较麻烦 会多一个index Colorindex等于NUM OK 那如果Bold的这个 就是初体字的话呢 本来是True改成False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除了输出资料 你还要想要做一些格式上的设定的话 其实就可以参考这个部分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用途 因为逻辑判断完之后 除了给资料之外 你还可以变换不一样的颜色 但是我用这么多 其实不是说以后你要全部都派上用场 你刚顶多是用字型或底色 大概就很够用了 比如说在股市资料 或者是在一些 这些什么外汇等等的 其实都可以派上用场 OK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是 所以再把这个重点回顾一下 1清除 多重 加一个字中 再加个颜色 清除 大概会有五个功能 所有的程式 云端上都找得到了 那建议就是回家 从头到尾 不要看程式 如果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样确定你是OK的 还有特别注意 就是Ctrl向下的侦测 Ctrl向下 不过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因为下面我们有说明 所以你要Ctrl向下 请你把不相干的资料先删除 否则的话它会侦测到第八列 会错 所以怎么办 先把这些先删掉 再来侦测 不过你会发现 把它删掉 你会发现这个按钮怎么样 它会变形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不希望按钮变形 我教会一个方法 这边你可以按右键选取它 再按Ctrl键 把这个也选 那如果说你不希望它 跟着那个储存格改变 而改变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就是物件格式 你可以把这个物件格式的摘要资讯 改成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格改变 这个蛮重要 因为未来如果你刚好那个 会用到像 删除列 或者是说变更 像筛选等等的 如果你没有设定它会变形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两列 删掉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不会动 OK 按右键 控制向格式 或者物件格式 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 不随储存格改变 这个也许你们等一下 也可以练习看看 那你只要把这两列删掉 在Ctrl向下追踪 它就会追踪到对的那一列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追踪对的话 恐怕你还要把那个 不相干的资料先删除 再来追踪 因为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上个礼拜不是讲到追踪的吗 对 那我们这边可不可以用追踪 当然可以啊 所以你这边 for i 等于多少 2到7嘛 那这个7的数字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还记得吧 这个很重要 range 有没有 从哪一个储存格呢 这A2嘛 因为A1好像没东西 点 and 前刮弧 向下 excel or down 然后刮弧 点什么呢 row OK 这样就可以了 他就会追踪到最下面 把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追回来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侦测到很多的讯息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怎么样把那个格式加上去 另外怎么样把它移除 这个也是重点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主要有四个 一个是 如果是字的 字型颜色要恢复就把它改黑了 底色把它改成 XL none 框线 记得是color加index 也是XL none 那bold是等于false false就恢复了 所以有四种 尽可能的 如果将来工作上有需要 其实我想你尽可能想想看有没有什么 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用类似的范例来练习 其实多多利用工作上的机会 反复练习久了 这些我想你应该都慢慢会非常的纯熟了 再来你会发现 其实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自然效率就提高 所以这部分当然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你 是 我可以打托一切 这么多了 所以让我打托一切 我会认识 你 想不想看对象